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來鄉城說師 我是Simon 今天我們來講一點鬼故事 講起混頭堂 相信大家都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好地地的一個名字會叫做混頭堂呢 拆開一個一個字來講 就是混載或者運送 頭露、啼、去水塘或者池塘 再解釋得簡單一點 就是將頭顱運送去水塘或者池塘 這樣解釋了 那麼一個人好地地 又是因為什麼事會被人運送頭顱 或者運別人的頭顱呢 時間來到1906年9月18日 當時香港上午12時至8時吹西北風 去到6時開始 風力就開始加強了 7時開始錄德降雨 氣壓緩慢地下降 由於天文台錯過了最佳預報時機 因此跳過了紅色追體 在當日上午7時37分 去到8時直接懸掛黑骨 表示300里 即是483公里內 吹遍西裂風 由於颱風引起特大的風暴潮 因此當時大富六德的風暴潮達到6.1米 風暴潮加上強風 對海上和沿海地區造成重大的破壞 颱風雖然只維持了短短幾個小時 但由於當局未有足夠時間做好防風措施 以及撤離附近的人員 特別是大量的海上居民 導致嚴重傷亡 90%的死者都是漁民 現代天文台有指出當時死亡人數 應該高達15000人 而五公就將這些屍體 運到這個位置埋葬 因為有很多屍體都是伸手易處 所以就叫這裡做混頭堂 相傳日治時期 大埔混頭堂附近有一個營場 應場每次行員之後 都會收拾斬頭後的人頭 在晚上用木頭車 運送到混頭堂的魚堂興島 因此久而久之 這個地方就叫做混頭堂了 由於那些人冤魂不息 而且冤魂會隨著自己人頭鎖落之處 因此令這裡集結了很多很多枉死者的靈體 另外也有一種說法 是說日入均衡後 將屍體運到混頭堂埋葬 近年這個地方也有不少靈異傳聞 有人曾經試過入夜之後 在混頭堂停車場裡 看到一大群無頭的人形白影 在停車場裡走來走去 好像在尋找自己的頭 而旁邊就是大埔河 也有人說過 曾經在晚上聽到 有木頭車車督發出 咳咳咳咳的聲音 附近有人淡頭看清楚 就看到一個無頭的人 緩緩地推著一輛 裝滿人頭的木頭手推車 一直在河邊走 慢慢走走走走 連人帶車就消失了 聽完上面兩個都市傳說 在歷史的史實加持底下 好像真的有這件事 但其實事實上又是否呢 不如說說混頭堂 是何時有官方紀錄 首先混頭堂這個名字 在英國接收香港的時候 已經出現在大埔七藥裡 大埔七藥即是 太坑藥、臨村藥、一和藥、雜和藥 即是現在的沙羅洞 張樹參藥、丁國藥、粉領藥 當時英國人為原居民登記的時候 已經有混頭堂村這個名字了 而上面兩個傳說 可以說有部份是真 而有一個就肯定是假的了 先說個假的先 據一部份老一輩的大埔原居民所指 大埔在日治期間相對其實都很太平的 混頭堂也一直都是耕地 並沒有曾經成為過亂葬岡 再者當時的日軍也都不必要山長水遠 長途不洩 將屍體由市區混入去新界傾島 而另一個傳聞就有部份是真 香港開發初期 磨合石已經開闢了墳場 經歷過天災 例如我剛才說過甲午風災 其中一些沒有人認靈的屍體 就會運到大埔附近鞍葬 而溫頭堂就是其中之一了 但是溫頭堂的名字 在英國人來的時候已經有 但是秉午風災是在1906年發生 所以因為這件事 而叫做溫頭堂這個說法 並不成立的 其實香港很多地名和地理位置和地理特點 是有關的 例如中環就是當時四環九躍入面 雙環、下環中間夾住的地方 於是就叫做中環 而荃灣以前是叫做淺灣 因為當地海灣水位比較淺 所以拿到這個名字 而大埔古時是一個 隕藏著高嶺土、高嶺岩等製糍原料的優質地方 而且樹木茂盛、水源豐富 至名代即是公元1368年至1664年開始 已經有奔借兩姓的族人 進去經營搖場、生產清花瓷器 清朝康熙元年即是1662年 朝廷執行遷海令 所有沿海居民需要來遷五十里 一里大約有五百米 香港本區全部居民被迫遷回內陸 碗瑤的陶瓷生產即是停止 去到康熙八年即是1669年 朝廷允許復介 民視族人紛紛搬回大埔 但是碗瑤的遷場仍然是荒廢的 直到康熙十三年即是1674年 由廣東長樂園即是現在的五華園 南千去到大埔的客家馬士族人出資 向民視購買了碗瑤遷場 並且恢復陶瓷生產 碗瑤的陶瓷業 在清代1644至1911年發展蓬勃 產品軟銷至江門一帶 而在大埔的遷場 距離現在的混頭堂位置 其實都只不過是一公里之遠 以現時的步行時間大約13分鐘 就可以由碗瑤走到雲頭堂村了 而由雲頭堂村出海 又是一公里多多少少的路程 所以去日雲頭堂這個地方 就成為了很多碗瑤廠 是這個地方上船的集中地了 大家都是雲 不過這個是雲圖 圖池的圖 而不是雲頭 而其實雲頭堂的舊名 都出現過雲頭堂這個名字 有人說過這個名字 為什麼由雲頭堂讀下讀下 變成雲頭堂 是因為當時住在大埔裡面 有很多外省人 大部分都是客家人 而當時的廣東人聽下聽下 就將雲頭 不知為什麼 聽成雲頭 除此之外 根據雲頭的歷史再延伸出去 就是有關雲書的地段 當時在雲頭期間 有一個較為接近外海的地方 叫做雲尾塘水域 由於可以洗經大埔入小河流域的小船 運到大船之後再出公海 而這個位置 叫做雲尾 當然有頭就有尾 在小船啟航的地方 即是碼頭一帶 就叫做雲尾塘的開頭 即是雲頭 而這個位置 又恰巧在一個小型的水塘位置 因此這條村的一帶 就叫做雲頭堂 這條村 可以代之 就叫做雲頭堂村 就算了 如果你覺得我們這條片有興趣的話 記得CLSS comment like share 和subscribe 再見